中共輿情開始變化 用膠著形容俄烏戰情 歡迎收聽《紳士國聽新聞》 我是文俊 中共喉舌媒體已經用膠著一次 來形容目前俄羅斯與烏克蘭的戰情 此前中共大事炒作 俄羅斯會迅速攻佔烏克蘭 甚至聲稱戰士會在72小時內結束 輿論亦幾乎一變倒的替俄羅斯發聲 中共現在顯然已經被迫調整輿論 2月27日中共喉舌央視 在其新浪微博發布的帖文中 用俄烏衝突膠著來形容目前的戰情 並提出戰士還要持續多久的問題 同一日中共官媒環球時報旗下 微信公眾號《保一刀》 在發出的文章中也用了膠著一次 稱俄烏衝突膠著中 美歐及盟國一邊加大對俄羅斯的制裁 一邊向烏克蘭提供更多援助 2月26日中國門戶網站守護已發出一篇文章 稱俄烏戰爭進入第二天 戰情已處於膠著狀態 文章起初 大讚俄羅斯戰術奇妙 兵力洪厚 稱俄羅斯在入侵第一天 便順風順水 所有計劃全部實現 而烏克蘭貌似沒有任何還手之力 並嘲諷烏克蘭不堪一擊 但文章隨即轉調稱到第二天 俄羅斯的推進速度沒有想像中那麼暢順 兩方相對困憾 當下戰時相對膠著 中國網民楊愛玲 2月26日在微博發文稱 或許風向已經轉了 央視港戰爭可能會轉向膠著 另外熱手也不再一邊倒 偏向俄羅斯 糾病床前無效指 由於中國網民常常將俄羅斯條捍為 是中共的俄爹 此帖文底下的這條留言 令網民會心一笑 並獲得百餘條根帖 目前該微博帖文已被刪除 2月25日自稱非官方的 《中國公共外交與國際關係智庫》 柴哈爾學會高級研究員黃聰 在中共官媒 終身網的視頻節目中聲稱 俄羅斯這次入侵 應該會在72小時內結束 72小時如果搞不定 這件事對俄羅斯來說就有點麻煩 他還稱為了72小時 俄羅斯是做了多方面的精心準備 並稱普京要的結果 就是迅速佔據優勢 將基庫的重要位置佔領 然後用親俄的上台 中國軍事評論員吳健 也對終身網稱 俄羅斯會利用閃擊模式 解決烏克蘭東部 頓巴斯的所謂安全危機問題 並稱俄羅斯的軍事行動 或將持續兩週左右 北京時間2月24日晚上 在俄羅斯發動入侵之際 中共官方媒體發布的 全是俄羅斯視覺的戰況報告 與此同時 具有官方背景的中共專家 為俄羅斯的行動做辯護 浙江外國語學院 環地中海研究院院長馬曉林 向中國媒體第一財經記者聲稱 俄軍此次行動是被烏克蘭拔牙齒 即要被烏克蘭去武裝化 並奪取烏克蘭國家的武裝力量 馬曉林還聲稱 俄羅斯想通過戰爭手段 徹底叫停北約東抗 甚至推回北約過去擴張成果 對自身戰略重心的底線進行維護 2月24日當日 中國社會科學院 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所所長孫壯志 在接受中共喉舌 中新社採訪時稱 此次危機升級 在美國和一些西方國家 堅持冷戰思維 無視俄羅斯安全利益所致 臺灣總體經濟學家吳嘉隆 2月28日在面書發表評論表示 中共現在想要跟俄羅斯保持距離 已經太遲 吳嘉隆在五個方面 分析了中共現在已發現情況不對 第一 俄軍推進的很不順利 普京一開始的三大戰略 即對烏克蘭總統的斬首行動 佔領基庫附近的機場 和佔領基庫 目前全部沒有實現 第二 中共發現自己被俄羅斯拖落水 2月4日 普京在北京參加東奧會閉幕式時 與習近平會談 並簽署了15個協議 大手不購買俄羅斯的能源產品 同時 在《中俄法報聯合聲明》中 中共反對北約東抗 表達支持俄羅斯的立場 稱中俄之間是戰略協作關係 友好沒有止境 合作沒有禁區 俄羅斯入侵當日 中共亦全面開放俄羅斯小麥進口 吳嘉隆表示 看得出來 普京在發動戰爭之前 就將中共綁在俄羅斯這輛戰車上 一起向前衝 現在中共左右為難 調進了普京的陷阱裡 第三 中共可能被西方國家一拼制裁 烏克蘭戰爭開打之後 國際形勢出現重大變化 美國與盟友聯合起來 將中共與俄羅斯綁在一起打 不再出現聯合一個制約另一個操作模式 第四 中共與烏克蘭的關係毀壞 中共駐烏克蘭大使館 原本讓在烏的華人 拿出中共五星期與中國護照 因為中共原先以為俄羅斯 可以搞定烏克蘭 現在 中共發現俄羅斯搞不定烏克蘭 且烏克蘭發現中共支持俄羅斯 令烏克蘭人對中共非常憤怒 於是中共大使館又改變態度 讓中國人不要亮明身份 及展示具有識別性的標識 第五 歐洲國家最後還是站在美國這邊 一起支持烏克蘭 本來德國反對 將俄羅斯踢出美元結算系統 現在德國也同意 吳嘉隆說 歐洲國家處理國際形勢的作風 一開始都是與美國不同調 比較親中或親俄 讓中共或俄羅斯以為 有機會拆散美國與歐洲的緊密關係 但沒想到歐洲國家最後 還是站在美國這邊 配合美國的大戰略 以上節目內容 取材自大紀元記者 徐逆楊綜合報導 本次的新視覺聽新聞 就到這裡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部分內容 已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